又怎样拍 大学食堂美食开箱 猪肠粉 受欢迎的是吗 Chill 7点多起身就是为了来吃 甜咸甜咸 过一杯 Nani 班上女生特别爱的 Top rated的Sandwich 有点好奇 我Top rated是那个 哇 那个风吹到那个 我跌下来 我现在像包裁风天下来 是才 又怎样拍 Hello everybody 我是Pryphisha 我们现在来到了 Sunway Uni 其实这里是Uni 然后大学食堂美食开箱 然后今天一样 我们请到了一个 Sunway的学生 来 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Aaron 19岁 今年年头刚进了 所以是新生 今天他会带我们去 吃一下Sunway College的美食 我们现在马上 Go Go 你看 有点赞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CDR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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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们还有其他很多 但我们吃不完 所以我们就Chanel Aaron小哥哥推荐我们的食物 所以我们先来这个waffle 还蛮受欢迎的是吧 这个 你不要再紧张 chew 然后这个我们要先吃 不然等一下它就软掉了 还是不好吃 我们要买的是peanut butter 哇 很脆耶 可以听到吗 它是好吃的 而且那peanut butter 是不是给到一点少 还是它已经留下去了 可以看一下 它peanut butter 给到有一点点少啦 但是它的waffle很香 如果你上课很感兴的话 可以拿着走的东西 这个caya ball 是跟waffle是同一个档口 这个caya ball 它里面就有caya 不要讲很劝打的话 那caya ball里面有caya 等一下上面要选择 全部拿到caya 这个是蛮人气的是不是 啊 这里很多人叫的 啊 这里很多人叫的 等一下 我再吃多一粒来comprom caya ball里面有caya 我不要comprom ok 你comprom 但是它是有一点甜甜的 个人口味 个人口味 我们来try一下它的caya ball 这个很特别耶 学校里面卖caya ball 这个是caya ball里的caya ball 这个是caya ball里的caya ball 这个是caya ball里的caya ball 很棒耶 它caya ball里的caya ball里的caya ball 它caya ball里是好吃的耶 这个是真的好吃 我以前上课 早上8点半的课 我7点多起身 就是为我来吃 然後它的caya ball里的caya ball里才上升 你太勤劳了 uncle会爱你耶 我很不喜欢那种caya ball里的caya ball里是没有味道的 然后它这个是很高味啊 不会淡淡水水的 是浓的咖喱 它的炸料也很好吃 这个那块山很便宜 我吃去反方好像没这样便宜 然后我们这个大概有四个料 然后两条粉 试看 它这个咖喱是甜鲜这样子的 你是放咖喱汤不懂还是有放甜酱 咖喱有加一点甜酱 很好吃 这个真的很棒 这是我们吃的味道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饭 这个会蛮多学生打包的是吧 可能有时候break time 一个小时比较赶 就会吃这个比较多 就是不赶的话就出去外面吃 不赶的话通常会出去的 对因为其实稍微 外面很多东西吃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介绍外面 因为我们要介绍大选里面的食物 那个炸鸡有一个苦瓜 还有一个鸡蛋 一块六 对 算很便宜 像你们的auntie打包饭的时候 有没有每次那个 那个价钱不懂怎样算 会变来变去的 那如果你拿一样的分量一样的料 然后一天买的你也买会一样吗 我跟朋友可能一样分量的菜 然后同一天 他算那个帅一点的比较便宜的可能 哇 auntie auntie你这样也会选的 那你下次可以穿帅一点 然后我们就去打包 然后看看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炒菜饭的价钱永远是一个母鸡 听说 这样子三个菜样子十四块 这是贵贝 很贵 来试看它的鸡 ok啦就是炸鸡 它里面至少是熟的 我刚才切的时候我怕 我看到我们知道有一些炸菜饭 的炸鸡里面是生的 评价好吃的 我们来试看它的饭 这是很普通的炸菜饭 但是很便宜 经济实惠 能吃的饱的炸菜饭 这个好像不是苦瓜 我应该是点错东西了 它不是苦瓜 它是 应该是叫芹菜 是吗 不是 它怎么会刮呢 好瓜 不是 观众知道是什么瓜的话 在下面留言 就是你平时在电脑前面吃的瓜 你要试看吗 搞不好你找答案 我觉得它不是瓜 我觉得它是菜 什么 我才不要纠结它是什么菜 我觉得它就是好吃的菜 ok 这个不错 蛮好吃的 这个如果五颗星的话 然后我可以给一个 如果这个价钱的话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 3.5到4颗星 对 然后这个waffel的话 4颗星 然后那个caya ball的话就 caya ball的话我给2颗星 我叫caya 对不起 我们的饮料到了 我们的饮料到了 我们有一些他们推荐的饮料 对 哪一个是你们最推荐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喝完这五杯 我每一天都是喜欢喝派咖啡 ok 那你就派咖啡 然后那个是你说你们半喜欢的是吧 对 尤其是女生 半算女生特别爱的 来 大学女生爱的 这是什么 pitch qq 它是很refreshing的饮料 就是女生会喜欢的饮料 它里面就是有那个椰果那些的 pitch syrup加水 然后这些水都是来自同一个档口 和这个sandwich store 这样子一杯多少钱 3块多 算是蛮实惠的 亚洲出场大家一只top rated的sandwich buy and taste 就是你们大选里面才有还是外面有 反正只有我们这里有罢了 这是三位里面的sandwich冠军 然后我们这里预计的是 他推荐的这一个最多人吃的是吧 最有人气的 最有人气的这个是 hash brownsandwich 然后它到底有多有人气呢 登登登 这就是我们的战绩 大概每一天都一起 吃不腻的sandwich 有点好奇 到底是不是有多好吃 来来来 你最爱的hash brownsandwich 很棒 它是一个很light的食物 不是很腻会很饱 而且你们是ex怎么吃早餐 早餐午餐都一起吃 你们午餐就吃这个 没有吃完了回来 上课可能中间剪短就买 对 它的hash brownsandwich很香 这个是mayonis or something 那个sauce很不错 可以吃完没关系 是耶 它的那个hash browns很像mcdonalds mcdonalds早餐的那个hash brownsandwich 它买单块的 它是整块的 碳水炸弹的 它的面包在加碳水 在加碳水 都会加肥 然后有一小片青菜 青菜很小片 这是女生吃多吗 多 而且它分量很小 确实就是很方便的食物 从该你介绍这么多个食物里面 你觉得你的项目是这个 我项目是那个剧场饭 我觉得它剧场饭很好吃 可以 我以后来这里 我可以吃剧场饭 现在我进不来了 好 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Aaron 等等 来 你要公开你的Instagram吗 呃 这里 我们没有去到YUNI 所以我们上一位 学校的食堂开箱就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觉得 你们学校比较厉害的话 你们觉得这样少的 还是你们 就是想要我过去你们学校开箱 你们大学食堂的话 就可以在楼下 可以在留言 下面留言啦 我会讲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过后也会在Instagram上面 就是发起 就是个Q&A 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 可以积极响应哦 因为上次我播出的时候 感觉 呃 能够把音 还好就是大家 只是选大学吧 没有讲食物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留言一下 就是specific的某一些食物这样子 所以好 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然后关注我IG的story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各位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不如点赞和分享 记得订阅我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